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质 人渣 传达的回应 怎么办 该怎么办 算了 不管3721 笨蛋 小姐 你想做什么 对不起 我不会再跟踪你们了 只饶了我一命 又是这个小子 就是他吗 你们提到的小孩 应该还有一个在巷子里吧 快点出来 你们想干什么 黑帮那边早就不再出钱要我们的命了 真的吗 为什么 怎么办呢 团长 先抓住他 分可思吗 是我 你来背其他饭店一下 在这里解决他们不是比较好吗 不 我还是比较相信你的第六感 也许他们跟锁链杀手有什么关系 还是先留着活口比较好 可别太相信我的直觉啊 我有件事想请问你一下 为什么你们对毫无关系的人下得了毒手呢 虽然你们是主动举白旗投降 但是表情却充满了敌意 你想问我原因吗 就是因为没有关系才杀 听你问的那么严肃 我也不晓得该如何回答 要我解释动机 我实在不喜欢用说的 不过很令人意外的 不 应该是果然没错 这个很了解自己的小孩就在面前 这家伙在说什么 团长 我们直接到背其他饭店等分客司他们 如果他们想逃就杀了他们 知道了 至少要保持这样的距离 不然的话会掉进他们的警戒网 对方更加提高了警戒 可恶 千万不能再急叫了 库拉皮卡 我知道 你就是不知道 因为你一时冲动 跟踪旅团的人 害得他们两个陷入这样的危险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这样跑过去 自逃罗网 你知道吗 要是你在这里被发现的话 就没有人能阻止幻影旅团了 对不起 我们是任何人都一定有弱点 跟他们比耐心 不要心急 好像没有人追上来 不过 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都是为了保护那个任性的笨丫头 我可不能像队长他们几个人一样 在这种地方殉职 为了亚里沙跟镇起只狗宝贝 我怎么能死在这里 可恶 你们只差一点点就到被其他饭店了 这样也要塞到什么时候的 对方朝着离开市中心的方向前进 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移动 到底是团长他们那边抓到了人 还是我们这边这个是锁链杀手 不管是谁 酷逼的复制我 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消失 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绝对不能让他逃了 速度突然变慢了 时速3020 可恶 这边在这个时候 古兵 那辆车 冷静下来 一定要冷静 以我多年的职业经验 这个时候更要保持冷静 到什么 好危险 蜘蛛的人来了 你干什么 我要想逃 不管你是不是所谓杀手 我一定要亲自确定才行 好 进入我的攻击范围了 现在让我看看你的脸 时空瓦拉呢 他没有接手机 希望他已经平安无事逃走了 他不是锁链杀手吧 这是名单中的其中一人 快下车 虽然我的身手跟实力都不差 也经历过好几次的生死场面 像我们这种边缘人 都有独特的第六感 我的第六感正告诉我 我将会在这里 死去 敢稍微动一下 我就砍着你 问你几个问题 最好老实回答 你的伙伴里 有人拿锁链当作武器 他在哪里 你在说什么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知道我是诺斯拉家族的保镖吗 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不然下次就换左手 我不是叫你不要乱动 你给我乖乖的站着回答问题就好了 你们把窝巾怎么了 就是被你们抓走的那个大块头 那个家伙他早就逃走了 不知道后来怎么样的 其他的同伴在哪里 他们早一步回本部了 我现在也正要准备回去 不要跟我说话 我说的是真的 在这种情况下 谁还敢乱说话呢 那我再问一次 锁链杀手在什么地方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锁链杀手 我的同伴里面没有那种人 最后一个问题 你心里有很重要的人吗 哦 那个女孩叫雅里莎 真漂亮 你们挺好 要是谁敢碰雅里莎 你敢 我不是叫你不要动 而且我还跟你说了两次 压力一杀 快打电话报警啊 吓人了 他的头 能挖出锁链杀手的资料吗 当然可以 要我用嘴巴说明实在太麻烦了 我把他的记忆打进你们的脑袋里 打进脑袋 用这个 要打进去 要是怕的话就算了 别傻了 快动手 再让我们的交情不到五年十年 他现在又拿枪打他同伴呢 这些人 到底是谁 你想要幹什麼 你這些話是故意分散注意力 不過你還說 到底有沒有前入者混在我們裡面 我自己會查 找到了 你就是另一個切入的間諜 真有無法抵抗生命的威力了嗎 庫拉皮卡 你想幹什麼 還用說嗎 我要抓住內水槍 等一下 我們現在要等達獨立的指示 我無所謂 你以為用這條鏈子就能抓得住我嗎 我勸你快點殺掉我 不然也會後悔 閉嘴 你還不明白嗎 我提醒你 這可是千載難過的大好機會 我要浪費時間了 快動手 我叫你閉嘴 聽到沒有 我叫你閉嘴 聽到沒有 原來 原來你是這個長相 古拉皮卡 你的臉跟名字 在殺了你之前 我是絕對不會忘的 是 他剛才會說 他不見了 他的頭 他不是你 他不是會 他不是你 你 至于他的能力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我明白了,在其他饭店大厅等你们 他们已经查到那个锁链杀手的身份了 他还有三个同伴 走吧 我的计划已经告诉库拉皮卡了 看样子可以在饭店大厅动手 库拉皮卡应该办得到才对 可是,还没有说好什么时候动手 而且库拉皮卡也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我快点把地点告诉库拉皮卡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准备好作战计划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旋律应该切听到刚才那通电话了吧 这么一来,库拉皮卡会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 只要他们两个人先过去饭店 做好事情的作战准备 这样就能找出分散他们注意力的最后方法 可是问题是,什么时候动手 我们被困住了,根本就不可能跟他们谈好 社会关键就在这一瞬间 就算是慢了零点几秒 都必死无疑 最重要的是分秒不差的同时行动 需要有开始行动的明确暗号 得想办法知道他们的计划 绝对一起动手个时间 否则会错过千点来过的机会 更惨的是,我们的小命也不保 不再说,我们的小命也不保留 所以我们的小命也不保持 这个小命也不保留 不再说,我们的小命也不保留 我们的小命也不保留 就算是不保留 我们的小命也不保留 现在有什么问题 就在这里等好了 可恶 完全没有机会 任何走进大厅的人 一开始就被他们提防戒备 现在只能祈祷他们先进来了 你听不到吗 听到的话给我一顶暗号 如果你听到的话给我一顶暗号 如果你听到的话给我暗号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可恶 没有回应 可是这是唯一的方法 雪莉 混账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琉璃 白痴 不是贝洛克饭店 是一家叫做贝其他的饭店 你耳朵是怎么了 怎么会听错呢 每次都搞这种飞机 看个屁 混蛋 想干架吗 要除掉他吗 别理他 不要看他就好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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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好看的 我是在骂旁边的人 白痴 真是的 我真倒霉 有你这种饭头手下 害本大爷的钱都一片黑暗 你给我听好 这次我就闭上眼睛 假装没看到 下次再搞砸的话 你自己看着办 听清楚了吗 准时七点 在七点之前赶来饭店 迟到一秒钟就炒你的鱿鱼 你给我马上滚 一片黑暗 闭上眼睛 准时七点 库拉皮卡也察觉到了 我们要摸黑行动 真受不了这个白痴 到底听懂了没有 先把关节松开 瞬间震开绳子 离攻击开始前约零点七秒钟的时间 时间应该很充裕 如果突然停电的话 他们要习惯黑暗 也要好几秒的时间 好的 两个小时的听优点播时间就快结束了 这次的点播时间到了最后一首音乐了 这首是庶名海尔曼的听优点播的 Moonchild 请欣赏 还有五分钟